化开了金晶包裹已久的心房 运动员没想过 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稍微想过一点 有运动细胞了 但是没有完全想过去当一个职业运动员 觉得挺远的挺遥远的 但听我们当时提到的主人说 咋的好玩的去亚运会啊 什么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挺心动的嘛 怦然心动是此刻金晶的心情邪教 金晶自然小时候有些运动细胞 但是成为一名运动员这个梦想 在她九岁节之后就注定向她说再见了 她真的还能有成为一名运动员的梦吗 当金晶回到家里 对家人说出这个想法时 却意外地遭到了父亲的反对 看到一向疼爱自己的爸爸 居然这么反对他当运动员 金晶有些意外 因为这么多年来 爸爸对他是一向是有求必应 这一次虽然爸爸没有解释原因 但是他知道爸爸反对 一定有差的理由 两个月过去了 金晶的生活依然平静 可是有一天 一个陌生的变化 给这个家庭带来了轩然大波 他说我是那个体育训练中心的 然后我一听 我想爸爸也不同意 对吧 刚想拒绝 然后他说 我这里有个项目非常不错 你要不要来试一试 他说是金晶 我请你 金晶 然后我想 你很好 性格有些像男孩子的金晶 从小就喜欢骨刀弄剑 电影左膜中的那个帅气 勇敢的蒙面一想 更是他自童年时期就崇拜的偶像 所以 当教练打电话找他 说希望他成为基建运动员时 他几乎差一点就脱口答应了 可是爸爸那一关 怎么过呢 他能同意吗 一向最可爱女儿的父亲 再次以要正常安稳生活为由 毁绝了孩子的请求 其实他始终没有将拒绝女儿的真正原因 他真正的担忧 说出口 怕什么 这个孩子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病人 知道吧 因为这个病人 有很多物质是外面引起的 也能采用这种病 那么当时一间的话 就是容易采用这种东西 弄这种东西的话 就没救了 谁都救不了 抽出后 金晶虽然体积犯了诱惑了十几年 但是由于知道这个病的可怕 让金晶爸爸时刻紧张着 为了实现成为运动员的愿望 金晶发动了全家人 未受过爸爸展开公式 均以失败而告证 经不住诱惑 金晶做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自私的决定 那个老教练就说 他说 你可以不用过来 他说天天来训练 你可以当你的强身健体 去一去 如果真的喜欢的话 你就过来训练 我们再帮你协调 就这样 金晶偷偷地背着爸爸 到训练中心参加训练 并且一下子就迷惯了一场训练 好的 金晶还不错 纸终究暴不住火 他知道窗户纸总有被戳破的一天 于是他搬来了外援救兵 他的姑姑当说客 2001年7月13日 金晶成为一名 轮椅基建队队员 重新查上梦想翅膀的金晶 在他的国度里自由地飞翔 虽然很辛苦 虽然会受伤 但他不会后悔 也不曾想过放弃 他很快乐 很满足 他被自己能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这张启明星 而感到满足 他回来的时候 洗澡的时候 就是我发现了 他身上一青一块 紫一块的以后 我就淌眼泪了 淌眼泪以后 他就不让我看了 当你见吃到身上的时候 就会经常就说 有这种类似尖疼 或者是轻快 虽然是挺痛的 但是尖刻的精神 是尖韧永不放弃的 从九岁到现在已经十九年的时间了 觉得 只要你自己 就把你自己当成人 你看你的心态啊 甚至我一跳飞以后 我还是翻墙 还是跳身 还是干嘛 不会有任何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 昔日训练中付出的 金钱汗水 最终化成了 陈天阶的奖牌和证书 已经成为一名出色基建所的监禁 站在他人生的舞台上 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而医生散落在地下的小纸墙 让我们看到的 他坚强的外表下 掩埋在内地已久的岁数 你到我们也哭不一样